引爆团队动能的传教士,陈奕南皇冠总裁 身段柔软,没有架子,遇到问题就会马上解决 陈奕南总裁一袭合身剪裁的黑色西装 不失稳重专业,常有发人省思的朱姬俊宇 浑身上下散发十足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他的形式作风和领导风格,迥异于一般领导者 即具备开拓者性格 他的智慧与经验淬炼出的精华,如灌顶般的力道万钧 时间花在哪儿,成就就会在哪里 陈奕南总裁与新田结缘于1992年 当时陈总裁在朋友家看到了爽安康氧气健康器 经过一番详细了解后 马上购买一台给母亲用 三个月后他发现妈妈的身体健康有了很大的改变 便在经由推荐人庄丽美的指引到公司了解 并且开始计划发展新田事业 在拟定好计划后 他带了五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集中火力全力以赴的按计划进行 注重执行力的他按着目标重复零售推荐服务的步骤 很快的在1993年9月晋升总裁 1995年带出了五位直笔总裁 奠定了稳定的组织发展基础后 陈奕南总裁开始将他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开始发展国际市场 在同年跟随公司脚步 前往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让自己有独当大局的机会 在他的努力下 缴出了辉煌的成绩单 同时也更进一步的 自己累积了前进大陆丰富市场经验和胆识 所以感谢在国外那段时间给予磨练 更加坚定自己的意志 也更扩大他的视野 和坚定新田事业雄心 他也在内心许下一个承诺 要再回到台湾将团队带动起来 一方面建立新团队 一方面带动旧团队 整军再出发 跟随企业的脚步和会长的精神 像传教士一样 用传教的态度 永续地经营新田的健康事业 人生的成败因为用心而改变 回到台湾后 陈亦南与黄新惠总裁这对皇冠夫妻 运用了自己所累积的大量市场经验 充分发挥新田特有的人网与电网的运作 以家家养生馆为主轴 并鼓励团队定点定时举办家庭聚会 并积极配合公司的系列培训和体系的活动 来延续组织的动力 陈亦南总裁他用生命全力以赴 辅助积极者不断升级 更不忘带动较弱者 让团队在圆容和谐团结一心的气氛中 各展其才而形成最佳的团队 陈总裁认为在新田没有捷径 只有踏实的道路 因为事业是一辈子的 工作是可以随时更换的 所以认知与坚持就是他在新田的中心力量 而这条路不但走了二十年 接下来还要走第二个二十年 因为人一辈子只能选择一次对的事 就像娶老婆一样 要努力用心经营一辈子 这一点从他带领组织的细心程度 即是最好的体现 将新田的Saki火炬传递全球 在晋升皇冠总裁后 陈总裁谦虚的说 这只是他在新田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 是登上屏风的一个阶梯 不会因得失而寝食难安 因为在新田这个大道上 不是得到多少 而是你有多少人需要你 就像爱一样 我爱你是因为你需要我 舍得付出其实就是最后的大赢家 所以在陈亦南黄新慧皇冠夫妻俩的心中 永远只记住一件事 那就是用心协助团队将健康美丽财富传递全球 与南下新慧节 尊财富传递全球的防冠总裁 将冠递 将冠递你们 立场新田国政集团 最高荣耀的防冠总裁 我记得有一天 我们在立场里面 当地喝热酒 那一般的快乐 和心心 真的出要乱暗丰 今天您儿 circular 你們老公 能 inspired 便宜 勝出 日本人 局 总裁 佳 今儿 能 Mul 曾bridge 堅持要努力,我在這裡非常地敬佩。 再一次感謝,你們阿嬤,一個收聽。 驚到期待,我們過來島上,驚殿這個需要,一世人,兩世人。 慶殿國際集團,比較縮起事業,就是我們的事業,你說對嗎? 最後,我們共同,以縮起為榮,以縮起為好。